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投2024出总统 权力支持赖清德 斗大明显的文宣反部 高挂在市区最繁华的爱三路 人寺路口 距离明年初总统大选不到一年的时间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特地悬挂文宣反部 全力支持赖清德参选2024总统 守护台湾的自由和平民主繁荣 我想我们正在这个总统候选人正在准备登记当中 那我想我们基隆市 我身为议长 那我想我们希望可以把乡亲火热的盼望跟期待表达出来 对赖清德总统的支持 那非常多的乡亲陆续在反映说 何时要成立这个信赖台湾基隆之友会 然后非常多的乡亲在期待说 何时可以上看板 那我们就表达乡亲的声音 我想大基隆地区本来就是赖富的生活圈 从小在万里出生长大 那在基隆也常常 我们过去在行政院长任内 也对我们基隆市的发展非常的重视 那让我们这个佑昌市长有机会来破坏基隆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反映乡亲的期待 赖富也是唯一现在所有台面上总统候选人里面 最具有行政经验的人 从国大代表 立法委员 台南市长 行政院长 副总统 以及国际经验 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未来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资历 那我们也希望勇敢地站出来 让我们台湾继续守护 自由 和平 民主 繁荣 童子伟强调还有许多乡亲好朋友 愿意提供广告板位悬挂支持赖清德的看板 他们会陆续来规划 因为是时候了 最近有非常多的乡亲在反映说 他们希望可以提供板位来让赖清德总统候选人来上看板 那我想我们会陆续规划跟大家讨论 那我想这个时候就是希望大家站出来 是时候了 大家一起努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针对近期基欧市政府推动的重大政策与议题 市政府方面特别请专业的民调单位进行电话民调 特别召开记者会向各界报告将根据民意 持续推动相关政策 是关于我们近期讨论许久的行人友善的议题 那我会逐次来进行一个说明 那首先在知道而且很满意的部分呢 是达到32.4% 在知道还算满意的部分呢 是达到31.5% 而知道有点不满意是4.5% 知道很不满意是在3.3% 知道无意见是在4.7% 那完全都不知道的是23.6% 那我们针对呢 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果 我们呢 把已经知道 而且有明确表态的人 再重新的来去做一次计算的话呢 就是说这项政策 已经知道这样政策的人 并且表达支持的有89% 而表达已知道这样政策 而表达不支持的呢 仅只有10.81% 再来第二项市府的重大政策 是关于我们在推动干净家园的这个部分 知道但是很满意的是17.4% 知道还算满意的是18.9% 知道有点不满意的是2% 知道但很不满意的是1.2% 知道无意见的是2% 完全不知道的是58.5% 那我们一样也是针对已经知道 但是已经有明确表态的部分 重新再做一次统计的话呢 是支持这样政策的 是高达91.71% 不支持的则是为8.29% 那另外第三个 是关于我们基隆的重大议题的部分 首先市民认为 这题主要是问 基隆捷运从一开始的一毛钱都不用付 到现在地方负担上升到53亿 您觉得合不合理 认为很合理的是2.6% 认为还算合理的是17.3% 认为有点不合理的是15.3% 认为很不合理的是36.2% 未明确回答的是28.6% 我们还是一样 针对有明确表态的民众当中 重新去做一个计算 有72.13%的民众表达的是认为非常不合理 而有27.83%表达的是认为合理 再来是关于四阶议题 台电公司打算在外木山海岸 要盖第四座天然气接收站 也就是四阶 您赞不赞成基隆市政府协助民间团体提出 有关四阶的公民投票 很赞成的是24.9% 还算赞成的35.3% 有点不赞成的9.8% 很不赞成的7.8% 未明确回答的是22.2% 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也重新的去做一个计数 就是在明确表态的这个民众当中 有77.83%的民众 是表示支持的 有22.62%的民众 是表达不支持的 这是有关于我们今天 两大政策跟两大议题的部分 那我们本市府也会针对 这份民调来作为未来的市政上的一个参考 并且积极的推动各项的政策与议题 替基隆市民谋取最大的福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特别颁发红包奖励 我们市府跟公车处特别今天邀请了几位很有爱心的驾驶大哥同人们 大家一起来市府聚聚 我觉得这个就代表了我们市府 我们可以兼顾到所有乘客的需求 市长谢果良也与公车司机交流 协助轮椅族乘客的经验 也发现基隆有些路段站牌 考量到安全 可能不适合轮椅族上下车 将请公车处进行评估与宣导 刚刚我们有提到了某些站 其实它有很高的坡度 然后也在转弯路口 那尤其又要把这些特殊的踏板 这个把它装置好 再让这个轮椅族上车 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道路危险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有必要来沟通 我也刚刚请了公车处的主管 针对哪些站 即便我们想要服务轮椅族的朋友 可是它可能会带来全车 或那个轮椅族朋友的 一个危险性的前提下 那可能那个站适不适合上车 我们就要另做考量 所以我们是觉得必须要 把一切的这个评估都做得好 如果不适合上车的地方 我们也是要宣导 这地方可能比较不适合上车 那可能要到前后站去 上车可能会比较安全一些 不过轮椅族的乘客真的在一个 这样基隆的一个搭乘环境 还是多一分辛苦的 所以我们很谢谢 今天这些驾驶大哥们 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些温暖有爱的这些服务行为 小孩爸爸对他们非常的感谢 市长谢国良也期许公车处 持续建立维持服务文化 与温暖有爱的精神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和平岛已经成为基隆著名的观光景点 不过因为当地的道路狭载 在假日人潮多的时候经常影响交通 电感下地拓宽道路有其必要性 其中和平街的部分 立委菜市应服务处 特别邀请台电等单位到现场会刊 决定将分两个阶段尽速进行 希望进一步改善当地的环境与交通 位于基隆社和平岛的天险公司 全国知名庙宇 不过从和平街路口开始 沿路道路狭小 加上电线杆林立 不但影响测量通行 整体环境景观也不佳 由于台电方面规划的 和平岛电杆下地计划中 关于和平街的进度非常缓慢 妙方因此与当地居民 向立法院蔡市应方面陈情 希望加速推动 因为我们天险公在我们基隆地区来自我们台湾全省 国有共苗来我们这儿调整来我们这儿真好的人员也太多 我们电线可以来这个第二法 美观第二 对于我们这个环境 尤其在我们和平岛 我们和平岛也已经成为一个观光的所在 所以我们的这个台湾 我们的这儿八星 都会来我们和平岛这儿观光 也会来我们天险公来拜五分台帝 所以我们给它观景 我们给它用的好试 对我们基隆区 我们的这儿名声也好 我们地方也好 大家安全也好 都有一个非常的帮忙 在接货成型后 蔡市应服务处方面特别邀请台电冷单位到现场会刊 决议分两阶段进行和平街电感下地 第一阶段将先处理天险公前的电线杆 和平街一号到这个天险公为止的 相关的电感的下地工程 已经延当很久了 那我们也依照地方的需求来提出相关的申请 但一直没有进度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现场会刊 那达成一个共识 因为这要分两段处理 从一号到山上这段中间 有些管账问题跟占用问题 我们要求国产署跟相当单位 赶快来做排除 那在可以下地的范围之后 我们请相关单位提出申请之后 我们要求台电先行来施工事做 那后段部分在 并同相关的占用处理完之后 要求进行规划跟设计来做施工 对此台电基隆营业处方面回应表示 会配合地方居民的需求 也请天险公及基隆市政府方面提出申请 加速成案和规划进度 对此共同出席会刊的基隆市议员许瑞慈强调 将督促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配合办理 加速让和平街完成电感下地 因为有接收到民众反映这个电感希望能够地下化 那我也是希望说能够配合委员这边 然后还有天险公这边 还有这附近的居民 能够把我们的整体的电感做地下化 把这个和平一路这一段呢 去做一个改善 那我也会督促我们的区工所 还有相关的单位来配合 然后来进行这个电感的一个地下化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 画面上是基隆市中正国中民俗体育班成果发表会 在几十条跳绳的飞舞下 只见同学们穿梭其中 展现平日努力练习的成果 精彩表现市长也赞叹不已 非常感动也非常赞叹 这些孩子们真的好棒 然后不只是他们的才艺表演是全国著名 事实上他们在学术的学习上 也都非常的优异 这个就是中正国中民俗才艺班 在全国在全台湾都非常有名的一个这样的原因 那我也跟这些孩子们说 平常辛苦了 如果累的话也要多休息 那这个总之他们真的很棒 我觉得以有这些孩子们为荣为傲 那也希望中正民俗才艺班 在江校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未来可以继续的发扬光大 在全国做到最好 那我想真的很感谢我们各位家长 那在过去对于我们体育班的一个支持 我想你们是我们体育班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那学校的资源有限真的也是靠大家一路一路支持堆叠上来 才有我们今天有同学这么多的一个成果 家长后援会的家长们非常辛苦 而且认真的付出 而且把中正民俗班的传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借由各位同学的掌声来感谢我们的家长们 校长江中桥也特别感谢所有关心民俗体育班的师长 学长跟学生家长们 共同来关心孩子们的成长 尤其是家长会奉献心力 为孩子们的学习做好一切的辅助工作 让整个民俗班同学呈现出来有纪律 活力与朝气 在人生的学习历程当中留下精彩的回忆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阿蕙阿 头前是怎样啦 阿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为什么 阿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哦 阿你是说要花旧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 我快点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啦 这样更安全啦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指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认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慈云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在教育部以及市政府教育处 大力支持700多万元经费下 暖暖区地内国中活动中心 正在重新铺设木地板 及改善舞台 市议员林敏勋同时也协助学校 购置20万元的地点 工程人员积极赶工中 为地内国中活动中心 换装新的木质地板 这是在教育部 以及市政府教育处 大力支持 总共700多万元经费下 进行铺设木地板 以及改善舞台的工程 非常感谢教育部 国教署和基隆市政府 教育处的一个大力的支援 这次呢总共有 769万的一个经费 来改善我们活动中心的地板 还有我们的舞台 那也很高兴呢 我们的艺座呢 也都非常的关心 学校的整体的一个发展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也特地到现场关心了解工程进度 同时协助学校购置20万元的地点 未来办活动时可以铺上去保护新的地板 更希望这里可以成为全市最好的室内篮球场 全管的这个地板的更新 把它改成木质地板 那这个木质又非常特别 它这个木质的材质 它是比照这个我们那个国际篮球总会 我们FIFA的规格 那测制完之后 连篮球框一并都更新 及周边的粉刷的工程 一并把它做一个改善 那未来这个场馆 我们电源活动场馆会是在我们 介绍市 我们所有的学校里面 地板是最好的 那是最适合这个 运动活动在这个 我们体育馆来做一个进行 那我这边 我敏勋这边也特别在这个购置 帮助学校购置这个20万元的地点 那让这个运动 除了运动之外呢 我们学校其实会办校庆 或是办每个招会 或是有任何活动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在上面铺成一个保护墊 让不会去影响到 不会去破坏到这个 让这个木质地板来做一个 破坏到或受伤的这个状况 那这是我这边 今天特别来关心的一个重点 那也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工期 那从我们1月27号开工 过年后开工 那个60个工作天 其实目前做的进度都差不多了 那预计在这个3月底 会全面来做一个完工 那未来我们会赶在这个4月14号 我们电影国中校信前 全速来做一个完工呢 那我们也会跟校长 然后跟我们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讨论 那在开幕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可以尽量邀请到 包含我们很有全国有名的 我们的林智杰 跟我们的蔡文成 那他本身都是我们的基隆人 那尤其文成就是我们住我们地内 那所以说我们会 希望说可以邀请到 这两位篮球的明星 我们自己基隆的在立子弟 来帮我们开球 那未来这个场馆 我们也会多加利用 让这个场地是最适合学生运动 那未来可以开放任何活动 办理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做使用 那我们会持续来关心整个教育的 硬体的设备的更新 那也不只是地内国中 未来我们希望说 我们本市各级学校里面 只要有体育馆的 我们希望说地板都可以来做一个更新 让我们基隆市可以变成一个 爱好这个篮球的运动城市 但因为我们爱下雨 所以其实市内的 这个体育馆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我们会努力来争取 李敏勋表示 地内国中建校以来 活动中心地板都没有更换过 以前是滑石子地板 同学们比较容易跌倒 现在更换成为新的木质地板 将可以降低学生跌倒 受伤的情况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嗨 阿招署长来了 我是孟平 各位警察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警察署长 华明招 署长 其实在去年的诈骗案件里面 我们看到说 很多都是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又一直发生 但是里面有一样 我觉得看起来 有一点点小心味的事 猜猜我是谁 这种假冒亲友诈骗 它有下降的趋势 对 去年来讲 原来它是在前几名 当然这种诈骗手法 去年是降到第五名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被骗 我的数据里面 也达到有4点多趴 还跟之4.12 对对对 是有下降 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 虽然被骗我觉得心里很不舍 但是看到它下降 我还是觉得 应该我们有一直提醒 它还是有点效果的 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说 猜猜我是谁 打电话来 你一定要冷静说 阿姨我现在缺钱 可不可以借我 这种你要是不知道它是谁的 真的要小心 对对 对 没错 因为它的家电手法其实是摸了一个人性的弱点 对对对 它一定有一个脉络可循 没错没错 像好久好久没有接到电话 突然间接到这个亲朋好友的电话 说那是谁啊 谁叫个声音 叫个咕咕阿姨怎么样之类的 对 而且叫得好像很急 而且有点这个 比方说有点哀嚎或很急的这个样子 对 你还特别注意了 好久没有接到电话 突然间接到这种电话 而且又不是很很那个平顺的这一种电话 注意 对 我有看过基隆一个案子 那个真的是双重的设计 她就先打电话给一个妇人说她是她的外甥 妇人跟外甥已经很久很见面了 外甥就说我现在遇到了一点状况 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 但是不要让我妈知道 因为我妈会骂我 所以这个姑姑就说那真的是 好啦那个外甥有问题啊 我就先借她三万 借她五万 后来这个外甥就说 这个我的难关度过了 然后谢谢 谢谢姑姑 那你这个钱我再帮你投资 结果从头到尾这个人 并没有见到他所谓的外甥 是啊 这种案例就是所谓的假亲友诈骗 没错没错 嗯 当我们我刚刚讲的话 当我们接到这种突然间来的打个电话的时候 对 你要特别注意啦 然后她打的那个方式啊 就是啊 跟你讲说啊 她什么欠钱很急啦 什么多久时间就还你啦 那另外她换过手机啦 这次手机跟你家不一样啦 对换过手机 对 那怎么突然间会换手机呢 但是开始要诈骗你嘛 或者是 呃 昵称也变了啦 等等之类的喔 对对对 那来取信你的时候啦 而且就要特别注意喔 嗯 那你不要赶快去汇钱喔 对 那时候你还是要查证一下啦 嗯 像这一类被骗的其实年长者居多 第一个他们可能就是 呃 对于这种诈骗的不熟悉 嗯 第二个他们心比较软 嗯 想说完辈啊 打电话来借钱 是是是是 没错没错 很多在大概都是比较年长的长辈喔 接着这种电话也心急喔 所以就呃 会去汇款啊 给对方啊 嗯 所以我们是不是提醒啊 就是家里有长辈的啊 如果平常跟他要多一点关心 嗯 问他说你最近有没有跟谁联络啊 是不是跟谁有些往来啊 可能妈妈跟你说啊 那个谁谁谁 呃 外甥啊 你的堂弟啊 你的表弟啊 打电话来跟我接钱 哦 你就要小心了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啊 所以我我想我们也呼吁了 家里有长辈的 呃 的这个这个家庭的时候 啊 总是回去喔 多多跟长辈聊一下天啦 对 特别叮嚀他们 你像这种 突然间接到我们的亲朋好友的电话 想要借钱的 想要做什么的 都有什么的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啊 随时跟你的侄女讲一下的 对 那另外还有一种哦 就是说 呃 什么假检警 假公务人员 假检警的诈骗方式啊 也是一样哦 都是长辈被骗的比较多 真的啊 那也一样都 我们的为人侄女的哦 还是回去要多多跟我们的长辈哦 聊一下 说明一下 告知他 呃 啊这种诈骗手法是怎么样 让他们知道 对啊 哦 还有我们提醒长辈朋友 就是有颜柔跟你说啊 我是你的谁谁谁 我想跟你借 钱 先不要急把电话挂掉 然后再打电话回去求证 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啊 这样子才会避免自己受骗 是啊 你進一步查證 也就是再回call電話過去 確定一下他的身份 確定一下電話號碼 你會聽到真正的你的親友 他一定會嚇一跳說 你不要被騙 我沒借 我沒給你借錢 沒錯 沒錯 還有一招最好用 打165 165也是很好的一個諮詢 任何有接到不明的電話 或者是很奇怪的電話 你就打165 沒錯 來詢問他就好了 這樣才可以保住自己的錢包 對不對 沒錯 今天阿招署長來跟我們聊了這麼多 接到這類的電話一定要特別小心 我是孟萍 我是阿招署長 阿招署長來了 我們下次見囉 好 拜拜 明明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麥東 歡迎鎖定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吃鎮 送回來 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化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 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乎無藥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集團關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絕他了 從那天開始他每天出現在我附近 還會發很多奇怪的訊息 怎麼辦 別擔心 從民國111年6月1日起 此類跟蹤騷擾行為都屬於犯罪行為 被害人可提出告訴 警方也會對加害人開出書面告誡 兩年內再有跟蹤騷擾行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違反保護令者可處三年有期徒刑 攜帶凶器者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儀對象請尊重他人意願 杜絕跟蹤騷擾行為請打110報案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 再為大 ACCID的第八字 有機器人 會見 一頂